梦幻樱桃鸭选美,宜兰鸭夺冠 从英国移民到台湾养殖已经有十多年历史的樱桃鸭 油脂丰厚,品质优良 近几年已经成为高档鸭肉的代名词 无论是做中式烤鸭或是西式的柳橙鸭胸,油风鸭腿 品质都不输国外进口食材哦 叫人看了食指大动 台产樱桃鸭到底有多好吃啊 当然要由专业主厨来评定 我们挑选来自云林台西、宜兰三星、花莲玉里养殖的三款樱桃鸭 分别请中西主厨以盲测方式进行评比 西餐主厨简天才率领整个厨房团队 以甜度、风味和细嫩度为评比标准 中餐主厨龙伟欣则以中式烧烤的美味度为主要考量 经过一连串的严格测试 来自花莲玉里的鸭腿表现不错 云林台西的樱桃鸭 肉质最细嫩 可惜风味不够 当当当 结果出炉 两位主厨公认宜兰三星养殖的樱桃鸭 包含鸭胸、鸭腿的整体表现最好 既然如此 就让我们继续追下去 看看这款樱桃鸭到底是怎么养出来的 清晨四点 当大家都还沉醉在梦乡里 我们已经来到宜兰三星 这里是樱桃鸭在台湾的新故乡 在鸭子的呱呱叫声中 天空由暗暗转亮 养鸭人的一天也揭开序幕 不好意思 那你这么早来 这样才能让你看到鸭的最真实的一面 其实一般熟成樱桃鸭是来自于英国 它全名叫做樱桃骨品种的北鸭 那后来从英国引进原种以后 在台湾团植 就是我们现在熟成的樱桃鸭 为什么宜兰三星养殖的樱桃鸭 会成为主厨心目中的首选呢 它有三个优点 一个是它位置比较偏北 所以它气味比较低一点 然后第二是它书座主于附近的地 是属于沙溪里 然后所以它排水比较快 那再来是说它水源也非常丰沛 所以这三点造成它比较好的原因 来看看这群活蹦乱跳的黄毛鸭头 它们可是才刚出生十一天的幼幼鸭 为了培养抵抗力 所以得先住在室内 每天都要彻底清洁环境 地板也设计成架高的方式 让小鸭们不会直接接触到排泄物 减少染病的机会 瞧它们玩得多开心啊 小鸭喝的水也很有学问 采用乳头水管 以流动的天然水取代桶装水 才能让小鸭们喝到最干净的水 就是每个小细节都不马虎 才能养出高品质的樱桃鸭 成为主厨心目中的梦幻食材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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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